另外行销五分符 现在台北市想出点子 民众可以拿旧衣到现场 买新衣服就能够折价100元 吸引了不少民众想要来省钱 兼做环保 结果带着一整包的旧衣服来参加活动 这才发现可以折扣的服饰怎么少的可以呢 只有T恤还有牛仔裤两种选择 而不少婆婆妈妈选不到适合的衣服 结果都白跑一趟 穿不着的旧衣服 一袋一袋搬出来 只要干净没有破损 拿到这来能捐衣帮助若是 买新衣还能有折扣 那今天带了几件过来 因为很重我还不了解怕说 有的还没开有的还没穿的 行销五分符 北市商业处举办旧衣换新衣活动 一件旧衣服就能换得一张百元折价券 隔壁摊位就能立即消费 牛仔裤390变290 短裤折价扣只要190 涂鸭T恤更是便宜卖 一件只要100元 390 然后就是就换新290而已 那划算啊 对 我想我们有孩子的 他们喜欢就好了 有民众乐得捡便宜 但有民众手里拿着一叠折价券 怎么挑就是没有喜欢的 没有 简直那一样两样没有 然后两三样嘛 而且那边稍微好一点点的 又不能折扣 所以没得选择 都是那个碰针啊 都是有花样的 不喜欢的 想救一换新衣 最后空手而回 实在是款式太少了 放眼望去 两个摊位上 只有T恤和牛仔裤 两种选择 号称有十多家业者 参与的活动 衣服种类 少的可以 活动够吸睛 但显然不够诚意 追求王树民刘晓琪 开北报道